轉移 令到我們去到德國吉 一就是 馬上對陸小動手 所以 我們還是要清除那些筋在我們身後的尾 但是 怎樣才能找到那些尾呢 不如用我做理 看看他們會不會動手 這筷子雖然老套了一點 不過 也應該有用的 大家雖然都覺得 這個辦法有點冒險 但是 沒辦法了 現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影子問我 你想好了要怎麼做嗎 一會兒 我和李興去歐小路住的地方去看看 或者 會有什麼線索都不頂 歐小路現在出了事 那對方一定也會想到 我們會去他住的地方 他們如果真的有什麼行動的話 這一個是一個好機會 影子摁摁摁頭就說 我也跟上去吧 當然啦 除了尾位之外 大家都去吧 不過 影子和小圓要躲在一邊 不要現身了 聽見我這麼說法 尾位就有點不樂意了 但是他也不敢反駁的 因為他知道 他去了的話 只會成為大家的累贅 我就笑著說 小豐 你也有事要做的 啊 要我做什麼 你去李副司令那裡借車 借車 我們不是有車嗎 我們這輛車太過仰眼了 而且這輛車到時候還要找個人 開著它向著反方向走 走得越遠越好 記住啊 借回來的那輛車不要掛軍牌 也不要太過漂亮 越普通越好 那尾位就很開心地表示收到 在快11點的時候 我和李卿就先出去了 我們並沒有刻意地避諱 而是直接插著那輛汗馬就開了去歐小路住的地方 我們這輛車開得不太快 給足時間給影子和方小圓趕上來 在來到歐小路的家裡樓下的時候 我和李卿下了車 然後慢慢上了樓 李卿笨手笨腳地開了門 屋裡頭 嚇懵懵 我們走進去 打開盞燈之後 即時就惡煞燃 我們見到 在梳化上邊 居然坐著一個男人在那裡 而在他的身後 還站著兩個大隻佬 李卿面如死灰 對著梳化上邊那個男人就叫到說 教 教官 在我聽見他叫那個人叫教官的時候 我就醒起影子曾經提到的那個女頌 他就是李卿的搏擊教官 在李卿心中無法愉悅的一道琴 只見那個人面無表情 根本都沒有理到李卿 他對眼就一直一直一直看著我 那我就笑著跟那個人說 你就是呂宋 沒錯 我就是呂宋 我大搖大擺地走到梳化那邊坐下 而李卿就苦口苦面地跟在我身後 我就說 等了很久了 他咬咬頭就說 我以為歐小路一死 你們就會想到過來這裡的了 是想過的 但是我想你們一定會早一步過來的 那我就算來了都找不到我想要的東西的了 那為什麼現在又來啊 我不緊不慢地點了一支煙 然後再說 因為我想看看 跟在我們後邊的人究竟是誰 哈哈 個個都說諸藝膽識智力個人 看來真的不是浪得虛名啊 你就不怕有命來沒命走嗎 我搖搖頭說 怕 怕到死了 但是沒辦法了 有些事情始終都是要面對的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224集 呂宋陽陽手 跟他身後的兩個人說 你們兩個先出去一下 我想跟阿朱先生單獨聊一下 然後 他又望望我身後的李兄就說 你也出去了 他雖然是這麼說 但是李兄就並沒有動 而且面露難色 那我就跟李兄說 你也出去了 沒事的 如果他真的想對付我們的話 現在就是下手的最好時機了 聽到我的吩咐 你輕這樣才跟著那兩個人出去了 兼且關在門 我看著呂宋 而他也在盯緊我 我率先開口說 你之前為甚麼特地放走了方小元 你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那天 方小元說她是把外邊的人做低了之後 你才從廁所出來的 外邊這麼大動靜 你居然還可以這麼安心地蹲在裡面 再說 我真的不相信 連抽一下褲子的時間都沒有 我講講一下 連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而呂宋就有點尷尬了 看來關於你的傳說 的確是沒有花架 你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推理和分析能力也很強 我沒有說話 我知道他這樣說 肯定還有下文 果然他又繼續說 你說得對 方小元是我故意放走的 雖然個個都叫他做拿命的方小元 但是遇著我 他就只會沒命 我也忍不住掌握頭 這一層他並沒有說謊 從李兄害怕他的程度就可以看得出 他小笑就說 你應該知道歐小路是什麼人 想到一點點 唉 他本來不用死的 可惜他太心急太浮躁了 他一邊說一邊淫出包煙 遞了一支給我 他是我殺的 我沒有回應他 我看得出他眼裡有著一些悲傷 雖然我也搞不清楚他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身上是隱藏著很多秘密的 不知為什麼 在面對他的時候我就並不覺得害怕 或者是因為他身上沒有露出一些的殺氣 我就這樣看著他 他拿著一支煙 用個鼻嗅了一下 然後就說 無論做什麼都好了 首先要學會保護自己 但是他就不懂得這個道理 他沒有頭沒有尾地說了一句這樣的說話 我在心裡就飛快地盤算著 他的這番說話 究竟是想說明什麼問題呢 忽然間他又問 你們是準備去吉林是不是 我心中一驚 他怎麼會知道 那他又說 你走吧 要去哪裏就乱乱去吧 早到總好過遲到的 我有點疑惑地看著他 他忽然之間又飄了一句說話出來 小心方家 他說完 就抗起頭 蹦在沙發上邊很誇張地吃煙 我站起來就說 那沒什麼的話我就告辭了 他進入手示意我出去 我出門後 李興就用純問的眼光看著我 而影子和方小元也站在門口 呂宋那兩個手下見到我出來 就推開門進回去 我跟影子他們說 我們上車再說吧 在回上車之後 我就把跟呂宋的對話內容 完完整整地跟他們說了一次 當然了 他最後提醒的那一句 小心方家 我就並沒有說出來 他們聽完之後 來一來都沒反應得過你 最後還是影子問了一句 就是這樣 我咁咁頭 李興就說 他這樣究竟是什麼意思 而方小元就沒有開口說話 應該是在思考著什麼 老實說 我現在心裡都空喵喵 沒有了方向 原本還以為會有一場惡戰 誰不知會是一個這樣的結果 我又試點了之煙 含入了沉思 對於剛才和呂宋的見面 當中有太多事情 我是想不明白的 他傳給我的訊息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當我們回到去住的地方的時候 風位已經借了一輛車回來了 是一輛上了地方排的黑色奧迪 我回到家 坐在沙發上面就說 你們對今晚的事有什麼看法 影子搖搖頭就說 不知道 我覺得他好像在暗示著什麼 我暗示著頭就說 他對歐小路的事好像一清二楚 甚至乎他對於歐小路的下場有點滿色 但是他又很明確地跟我說 說歐小路是死在他手上的 那他為什麼還要露出一些悲傷的表情呢 這一種不是他的立場應該有的表現來的 李興就問 這樣又說明什麼呀 說明他的立場有問題 他應該在暗示著他做過的一些事情 並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而是有苦衷的 他在這裡告訴我們 他並不是真正站在我們的對立面 方小元問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 他跟歐小路有著一樣的立場呢 不行 我只可以說 他做的這一切可能真的有他自己的苦衷 他同情歐小路的遭遇 但是就沒有辦法肯定 他跟歐小路是有一樣的立場的 那影子就問 那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明天就走 直接去吉林 方小元就問 蛤?直接走啊? 那跟著我們的尾怎麼辦呢? 我就苦笑著說 蛤?如果呂宋就是那條尾 那我們還可以怎樣呢? 而且他早就知道我們會去吉林 他說過早到好過遲到 那就是他都希望我們早點出發 那我們就早點起程吧 看看他會怎樣做 好 順便可以搞清楚他究竟有什麼意圖啊 當我回頭看著方小元的時候 心裡肯定有點怪怪的 我知道是呂宋最後的那句說話起了作用 一邊的封位就說 朱哥 我去借車的時候 李富斯寧問我準備要去哪裡啊? 那你是怎麼說的? 我說借車過來在附近逛逛吧 說朱哥你那輛汗馬太過仰眼了 嗯 做得好啊 我們去吉林這件事 越少人知道就越好啊 影子就說 朱哥 既然決定了 那我們明天一大早就出發了 我們是開這輛奧迪去啊? 我領領頭就說 嗯 我們不開車 我們坐火車 方小元就問 啊?為什麼啊? 這樣他們想要找到我們的行蹤 就會相對難很多了 而且火車上邊人這麼多 更方便我們隱藏啊 封位就說 那這兩輛車就這樣停在這裡啊? 唉 原本我是想找兩個人 把這兩輛車開去不同的地方的 但是一時半刻都是找不到這樣的人的了 那算了 就這樣停在這裡啦 在我說到這裡的時候 忽然間 門鐘響啊 影子望望我 我就點了下頭啦 影子慢慢地走過去 打開門一看 門口外面站著一個人 正是眼睛睛睛地望緊我 我見到他之後 也都純一聲站起來 心裡面好像翻光倒海一樣 眼框都紅了 站在門口那個人 聲陣陣地叫了一聲 主哥 為什麼 為什麼回來也不來找我啊? 影子走過去 撿著他的手就說 你進來再說吧 主哥他也是有他的苦衷的 那個人進來之後 我來到他的面前 仔細地打量了一下他 他整個人看上去瘦了很多 我就細細地問他 這段日子 你還好嗎? 很好啊 真是很擔心你了 我去了和尚那裡幾次 去打探你的消息了 但是他還是不知道 甚至連彈爭也不知道 你去了哪裡 我知道你的處境一定很危險 我曾經還想去找你 但是…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裡 你為什麼離開了刑警隊啊? 我…我是想換個環境 不想太累了 我知道 他說的就並不是真話 在一邊的李兄就搭把口過來問 主哥啊 這一位是誰啊? 我連忙介紹都說 對了 他叫鄧坤 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鄧坤 這一位是李兄 這一位叫方小元 他們也是我的朋友 現在應該說是戰友才對 好嗎?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225集 鄧坤 這個和我一起拉起整件事的圍幕的男人 現在看上去是多麼潮水 多麼銷售 我拍一拍他的肩膀 叫他坐下 他就說 說 說過 你還要不要走啊? 我咬咬頭就說 我們明天起程出發去吉林 對著鄧坤 我從來都沒有隱瞞過任何東西 那他就說 我和你們一起去啊 你還是留下 我不想你和我一樣過了這樣的日子 除此之外 我還有句話是沒有說出口的 我是不希望他有任何的危險 只不過呢 他的目光又堅定又執著地說 不行啊 我已經決定了了 諸葛你去哪兒 我就跟著去哪兒 那你的工作怎麼辦? 我已經辭職了 我一聽到你回來的消息 我快快去辦了辭職了 是李萬寧告訴你 我回來了 鄧坤就領領頭 而這個時候 我就看到封偉 正在那兒向後面 異異縮縮的 小鳳 不用管了 鄧坤又繼續說 珠哥 你就讓我和你一起走 唉 那好吧 你先幫我做一件事先 蛤? 什麼事啊? 在樓下有兩架車 你明天早上找兩個懂得開車的人 叫他們開著兩架車 向南北兩個方向開得越遠越好 沒問題啊 她說完 打了個電話之後就說交代好了 那我又問她 你真的落定了血心嗎? 她點了下頭 那好吧 明天就和我們一起走吧 你需不需要回家去收拾東西嗎? 不用了 我已經全副身家帶來了 她一邊說 一邊從袋裡邊 淫出了一張銀行卡 那我就笑著說 那好吧 今晚就住在我這裡了 明天一大早 我們就出發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天還沒亮 我們就已經全都起身了 鄧坤找的那兩個人也來了 影子交代了他們一下之後 他們就拿著一架車離開了 就在他們走了差不多四十分鐘左右 我們一行人又叫了兩架車 然後趕去火車站 其實呢 我也不確定那兩架車 究竟有沒有起到迷惑人的作用 不過 我還是有點擔心 那兩個開車的人的安全 我叫鄧坤打電話給他們 叫他們開到隔壁鎮 就扔下架車回來 鄧坤也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 就隨便打電話給他們 那個開漢馬的人接了電話之後 就準備扔下架車離開了人 只不過那個鎮奧迪車的 就一直都沒有接電話 鄧坤就說 不會是已經出了事了吧 我轉頭問風偉 你借車的時候還有誰知道 風偉領領頭就說 除了你副司令之外 沒有其他人知道的了 你確定? 我這樣問一問 他就想想想才又說 噢 對了 當時李曼玲也在那裡 就只有他們兩個嗎? 風偉就很肯定地看頭 影子就問我 你副司令有問題嗎? 但是為什麼偏偏只有他那輛車有問題呢? 只有兩個可能 一就是有人跟蹤那輛車 然後被控制了 而另一種呢 就是那輛車被人做了手腳 已經出了事故了 那鄧坤就說 我去找交警隊的朋友問一下 說完 他又連續打了好幾個電話 就直到有了消息 那輛奧迪車 在出了沒多遠的地方 就突然間自己著火 而那個駕駛員 就運在車上夾生燒死了 而現場勘察的結果 判斷只是一個意外 那我就說 這個肯定不是意外 你現在一定是有問題的 至於是誰 現在還很難說 只不過 你這個朋友這樣 那怎麼辦? 鄧坤就說 暫時不理得那麼多了 這筆數先寄下 遲早要他們還的 他的目光之中 充滿著憤怒和仇恨 但是 依然都是顯得很光毅 那我就掌握頭了 的確 現在他就算回去 都是無保於事 最多就是幫他處理一下後事 而且還要應付那些警察的調查 那接下來 這一路上 大家都沒有再說話 在7點15分左右 我們來到火車站 方小元去了買車票 而我們幾個人 就站在入口等他 因為沒有從貴陽直達吉林的車 所以他買到的是8點鐘 從貴陽開往北京的T88次班車 預計要28個小時之後才會到北京 然後再從北京轉車去到吉林柳河 我們想不到的是 他居然還買到禍鋪票 風偉就很好奇地問他 臨時來買票居然還有禍鋪買? 方小元看了他一眼 呵呵 我是花了三倍的價錢才買到的 風偉即時就沒有聲出了 都沒有等多久 我們就檢票上車 在火車開動的那一剎那 我心忍忍有點痛 這一次離開 又不知要幾時才可以再回來了 我和鄧坤和影子風偉他們住在一間房 而李興就和方小元住在一間房 在方小元買票的時候 我偷偷地和李興說 叫他注意一下方小元的舉動 李興見我說得很嚴肅 就知道我對方小元開始有點懷疑 所以他也很認真地點頭答應了下來 到了房間之後 我找了個上鋪直接爬下來 因為昨晚太緊張 幾乎都沒有睡過 所以不知不覺 我居然就已經睡著了 當我一覺醒的時候 已經是中午十一點鐘 我四周圍看一下 影子已經不在房間裡 應該就去了旁邊 而鄧坤和風偉就在聊聊天 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間有人敲門 鄧坤走他去開門 而進來那個人 就令我大吃一驚 我真的發夢都想不到 呂宋居然會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我面前 他進房間之前 先稍稍左右兩邊 然後進來迅速關門 他坐在風偉的床上跟我說 下來吧 我沒多少時間 我連忙從上鋪那裡跳了下來 就問 你怎麼會在這裡 哼哼 我的任務就是監視你們 那當然你們去到哪裡 我就去到哪裡 那今天早上的事 是你們做的 他被我問到疾了一下 蛤? 什麼事啊? 而緊接著 他才仿然但不敢說 啊 你說那家奧迪的事嗎? 不是我做的 至於是誰 你們心裡應該有事 你找我究竟什麼事啊? 你們不要在北京下車了 提前兩個閘下車吧 不然的話會有危險 說完 他就站起來 向著門口走過去 一邊走著一邊說 到了柳河之後 去天華診所 那裡有你們想要的答案 說完 就開門出去了 而影子剛好就在這個時候回來 跟他擦肩而過 影子看到呂宋都搖了一下 但是呂宋就並沒有理影子 而是直不甩地走了 影子就問我 他做什麼在這裡? 他叫我們不要在北京下車 要提前兩個站下車 說進北京會有危險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都不知道 他似乎是一直在暗中監視著我們 或者好像我們分析的那樣 他的立場可能真的不是站在我們的對立面 在一邊的鄧坤忽然間答不口過來說 我也是這樣認為 他說的那些說話的時候 好像真的很擔心我們的安全感 我笑著這樣看了鄧坤一眼就說 你什麼時候開始學分析微表情? 哈哈 最近有空無聊 所以就找了這一類的書來看看 你說得沒錯 他的確是表現出對我們的關心 這件事只有我們幾個知道就好了 在方小元面前我們就不要再提了 影子有點不解地問 你懷疑他嗎? 那麼我就把之前呂宋說的小心方家 告訴他們 影子就有點疑惑了 不會是他們特地在挑撥離間 唉 你可信其有 我們虧底虧得還不夠嗎? 我話口還沒完 房門就被人推開了 只見李興走進來就說 大家想吃什麼? 去餐廁那邊買 我就說 隨便叫幾個飯盒 出來外邊沒那麼多講究 而跟著進來的方小元就說 估計明天中五十二點就可以到北京了 嗯 那大家都好好的休息一下 這段時間一直都很緊張 大家一定都很累的了